如法界性究竟圆满 前面讲如来藏中没有生死 对不对 没有有如 就像什么如法界性 如就是称 这个如来藏是形容有情众生的佛性 这个法界性在过去 它落在无情物的一个称呼 我们讲无情也是依着道而有 山河大地也是依着道而有 对不对 那我们就称无情之物的道 称它为法界 法性 那这边你不需要做如此的分割 它的如法界性也就是如同如来藏性一样 那个如就是称的意思 你只要离开了一切的知见 离开了有无 那么所有的一切的言行举止 如法界性 如就是称 就是你称性了 称就是合了 一切的言语动静作为 都是由自信所带动的一些行为 自信里面圆满无缺 都是一个善用 那你行诸于外的就一定利人之用 那体是究竟圆满片十方 体所在用必然随之嘛 所以体无所不在 用也无所不在 事则名为因地法性 这一段整个经文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在因地修行 要如何按部就班的 从我们的身心世界打扫 然后往里面那个门锁之心要去掉 你才能够真正靠近我们的一个核心 你不论在哪一部经读的 各位亲戚 三教圣人从来没有让我们在身外之物去大作文章 你所学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回过头来 帮助我们打扫自己心性的 所以所学的东西如果跟心性没有直接的关联 如果对心性的一个成长没有任何的作用 那那个就叫做白学了 这是我们要去留心的 所以菩萨因此于大圣中发清净心 这个因就是一样 过去现在未来十方诸佛 他们在因地修菩萨道的时候 都是依着这一颗清净心发了菩提愿 所以从真心出来的智慧才叫做菩提 从人心出来的叫做聪明 那如果真心出来的 那个智慧处世 他不会有任何的遗漏瑕疵 不圆满的地方 可是人心出来的就可怕了 他就看你当初动那个人心的时候 你的私心战的比例有多大 他就有善恶之别啊 所以默示众生 依此修行不断邪见 那这个依此修行 从头到尾就是 依始觉至照本觉离体 灭虚幻的身心世界 灭那个能灭虚幻世界的 那个能所知心 然后把那个能灭的心 也给他去掉了 那个叫做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那这个的五蕴皆空 就不仅仅是阿罗汉的 身心世界是患 然后初分端生死 他已经达到了 佛果的一个境界 把阿赖爷的三细相也扫掉了 便宜生死也去化掉了 真正的一个 究竟彻底的一个阵律 这样的修行 才不落入邪见 所以这一路的学到 你有可能仰仗别人的 给你的方法吗 仰仗释迦牟尼佛 但是你有可能 全部靠别人的力量 让你成道吗 不可能 永远要知道 修行就是我们吃饭一样 你自己吃 你自己饱 别人可以提供我们饭 提供我们碗筷 但是终究要自己吃 要自己消化 你绝对不要认为 某某人有一个力量 可以帮助我解决生死大事 有人这样告诉你 那个叫做魔说 你自己也认为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那只能讲 你自甘堕落 别人也拿你莫可莫耐可 那表示你修行了这么久的时间 一里听了那么多 终究没有建立正世界 不要认为不可能 我都听了二十多年三十多年 你们永远不要忘记 善心比丘一个恐怕的例子在那边 我一路也是这样教化我自己 善心比丘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 也有人说是他的儿子 管他是儿子是堂弟 这个不是很重要 重点是他跟随释迦牟尼佛 他是释迦牟尼佛第一个随行侍者 听经文法会少吗 禅定功夫入四禅 入四禅 在释迦牟尼佛旁边做随行侍者 二十四年 那个道理比我们还少吗 他晚节不保跟着外道修啊 过无因果论啊 回过头来有没有 去毁谤佛陀的一个意义啊 最后堕到阿比地狱了 跟在佛陀旁边二十四年 听经文法无数次 正到四禅天的禅定功夫 最后竟然五十成到四十罪 这么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你能够不戒胜恐惧吗 我做对不对 我从来不这样跟我自己讲 我为什么要记这么多一些的 好的我也记 不好的我也记 我就是要提醒我自己 切莫得少为多 化地自现啊 人生活到了学到了 学不是为了要学很多新的东西 不是 在学的过程里面 我才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往里面回光返照 我们如果不学 往往很容易轻忽时间嘛 没有对照的范本嘛 你如果听经文法呢 可以内照啊 那内照的时候才有机会灭无名嘛 这人从来不要认为自己懂的是最多的 都不是 不到最后一个关卡 没有盖棺论定 各位前嫌 都要有孔夫子交文的那种学习的心态 如灵深渊如履薄冰嘛 东西一个认不清 心念一个把持不住 都有可能打回原形 从头再来还好 像那个完全走偏了 那个多可怕 眼前各地的道场上 各种宗教 那些奇奇怪怪的立论点 不是都出来了吗 注意了没有 我早期进道场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就曾经对几个离经叛道的讲师辈里面讲过 当初进道场 你是怎么告诉我 师尊老大人的兵营是什么 书是怎么讲的 我不因为他的时间空间改变 他的立论点 我讲的是立论点啊 就是那个核心点你是不能动的 那为什么你们今天都变了呢 你们的讲法跟作曲的做法 都不一样呢 请你告诉我 你变的原因在哪里 我几乎碰到的一个共同的答案就是 一时一击啊 那说到这个我就没法到啊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眼里看到的天时跟天机 我愚痴我的 我看不到 可是我只坚持 我进道场的时候 早期的训文 圣贤怎么教的 尤其皇母训词实戒 佛归欲录这些 信里适宜东西讲的 以前没有读经典 这些立论很坚定 放逐于十八支主线 是共同的一个经典的时候 任何的作为 不可以违背这些 书里面所记载的 所以我说 我看不到你们看到的鸡啊 凡跟我回答这一句话的人 几乎都走到三主那些地方去 可能四主五主都有了 我记得的时候已经是三主 现在已经进化的速度很快呀 因为你做老师 我看得不顺眼 所以你三主我就四主 我比你更新 他看我也不顺眼 他五主他六主 各位浅显 都是妄心 你没有贪妄之心 你就不会落入道名道全 还是贪心 只是贪的内容不一样 这是我们要去引以为戒的 这种乱象越来越多 所以叮咛大家一句 不论任何人说的话 包括后学自己 我们听了这么多的圣人的义礼 对于一贯道的主要的经典 也都涉猎过了 跟圣人违背的 绝对是我们要调整 你不能调整圣人 如果你要调整圣人 圣的东西就不叫做经了 所谓经者 放诸四海而不变 立千秋而不改的 你只要这个原则抓住 你管他外面天崩地裂 有没有跟你合肝呢 就是不动嘛 你不动的人 才有机会参与荣华三会 那个跑来跑去的人 跑到哪里 我们只能祝福 因为跑到哪里我也不知道 小心啊 所以耳食四尊欲重先死意 而说济言 这就是当一个章节 那一尊菩萨发问的疑问 佛陀解完以后 在最后会用一首祭 把他浓缩起来 前面听清楚了 后面这个祭 我们就不要再去多说了 多说又浪费时间 让你重新听一遍 于是佛陀讲 世尊欲重宣死意 而说济言 文书当之啊 一切诸如来 从于本命地 皆以智慧觉 了达于无名 都是从观照功夫入手 观照的毅力 从经典而来 知彼如空华 极能免流转 看破了虚花假景 看破了身心世界 都是无名的作用 你才能够知望 你就离什么 离六道轮回 你要先能判断 那是虚妄的 所以又如梦中人 醒时不可得 觉者如虚空 平等不动转 做梦看似有一堆的东西 醒后一无可得 我们一旦证悟以后 真如自信 胜不增 凡不减 他无有胜者 也无有凡夫的名相 这个叫做平等 不动转 所以绝变十方界 即得成佛道 我们悟到什么层次 悟得最究竟的时候 我们就成佛了 所以众幻灭无处 成道亦无德 在我们学的过程里面 我们有患身心 患无名要破 这个叫做重患灭 可是无名本来不有 身心本来不有 所以你灭了以后 不要去找 那这些身心的幻象 无名的幻象 跑到哪里去了 他本来就没有 那同样的 我们证悟以后 我们学到有成了 你有得到东西吗 成道亦无德 我们所谓的修行 用三大阿僧奇节去证入 也不过是找回原名的本性 你有得到新的东西吗 没有 不应修而增 不应不修而减 可是不修就是不能显 就是如此而已 所以本性圆满度 自信里面没有无名 自信里面具足了一切得用 这个叫做圆满 所以菩萨于此中 能发菩提心 认真菩萨在阴地修道 都是依着真心 发了大愿 所以默示诸众生 修此免邪见 我们依着佛所讲的方法 次第调整我们自己 这个就不会堕入到邪之界里面 就不会走到一个错误的方向